本门大法 天井子 司马成真传述 人臣 梦夏 初五 四 即时 本 天井子 作妄论 为本门大法 此外 无他 2012年5月25日 10点30分 天井子序 神仙之道 以长生为本 长生之药 以养气为根 福气受之于天地 何之于阴阳 阴阳神灵 为之天主 昼夜妩媚 为之魂魄 事故 人之身大律不远乎神间之道理 天井子无不知其何举人 著书八天 包括密妙 但非人间所能力学者也 官服修炼行器 养和心灵 归根弃于博阳 以照其余装守 长生久世无出世书 成真伏习道风 凄乎世人妖处真寿 私欲传之同志 使简密而行 幸灾自博阳以来为天银子而以你 唐司马成真谨去 天银子 第一刻 神仙 人生时 顶的灵气 精明通物学无至赛 则为之神宅 神于内 一照于外 自然亦于俗人 则为之神仙 故神仙一人也 再于修我灵气 勿为世俗所沦污 遂我自然 勿为邪剑所明智 则成功义 其 怒 哀 恶 爱 恶 欲 欠者 情之解也 其 此则 则先造尽力 第二刻 逆解 逆经说 天地之道 逆解者 何也 天与子说 天地在我手之上 足之下 开步尽见 无甲凡巧而言 不约一简 一简者 神仙之未也 经书说 至道不凡 至人无为 然则已何道求之 又说 无求不能知 无道不能成 凡学神仙 天之一简 苟言设其诡 是足使人执迷 无所归本 此悲无学也 是人学先 反为先所迷者 有以 学弃 反为弃所病者 有以 第三课 见门 亦有见卦 道有见门 人之修真达性 不能分悟 必须见而见之 安而行之 固设见门 观我所入 则道可见以 见有五门 一约斋见 二约安处 三约存享 四约作望 五约神仙 何谓斋见 约导身屈心 何谓安处 约身屈净事 何谓存享 约收心 父性 何谓作望 约移行忘我 何谓神仙 约万法通神 事顾其 此五见之门者 了一则见次至二 了二则见次至三 了三则见次至四 了四则见次至五 神仙成已 第四课 瞻解 瞻解者 非输入饮食而已 早身者 非仓具去够而已 盖其把 在乎结石 调中 摩擦 畅外惹也 福人禀五行之气 而时五行之物 时自胞胎有形矣 呼吸精血 岂可去时 而求长生 但是人不知 修良福气 是到家之神 已非永绝时 立之位也 故时之有 瞻解者 瞻乃解净之物 见乃解约之称 有基及时 食物令宝 此所谓调中也 百味未成熟物时 补味太多物时 腐败必起之物物时 此间一见也 手肠摩擦 皮肤温热 孕聚冷气 此所谓畅外眼 酒坐 酒力 酒劳 酒意间一见也 此是调理情孩之法 情间则庆全 是以瞻解卫 见门之手矣 第五课 安楚 何谓安楚 曰 悲华堂岁语 众因广踏之谓也 在乎南相而坐 中守而寝 阴阳适中 明暗相伴 乌无高 高则阳胜而明多 乌无悲 悲则阴胜而暗多 故明多则伤破 暗多则伤魂 人之魂阳 而破阴 苟伤明暗 则疾病生焉 此所谓居处之事 上始之然 跨天地之气 有抗阳之攻击 淫因之亲体 岂可不防甚灾 修阳之剑 抗阳部法词 非安处之道 述约 无所居是 四边接窗户 御风即合 风夕即凯 无所居坐 前连后平 太明即下连 以和其内岸 太岸则简连 以通其外要 内以安心 外以安目 心目兼安 则身安矣 明暗尚然 况太多实虑 太多情欲 岂能安及内外灾 故学道 以安处为此 第六课 存享 存 未存我之神 享 未享我之身 闭目即见自己之目 收心即见自己之心 心与目皆不离我身 不伤我神 则存享之见也 凡人目终日是他人 顾心一逐外走 终日皆他事 顾目一逐外瞻 盈盈 福光未尝复照 奈何不病且妖曰 事已归根约境 静约复命 诚信 存存重要之门 此存享之见 学道之功伴你 第七课 作妄 作妄者 因存享而得 因存享而妄免 行道而不见其行 非作之利乎 有见而不行其见 非望之利乎 何谓不行 焉心不动故 何谓不见 焉行都敏故 或问曰 何有的心不动 天饮子末而不答 又问何有的行都敏 天饮子 明而不适 或者悟道而退曰 道果在我里 我果何人哉 天云子 果何人哉 于是彼我两望 了无所照 第八课 神简 灾简未知信简 言无信心 则不能简 安楚未知贤简 言无贤心 则不能简 存享未知会简 言无会心 则不能简 作妄未知定简 言无定心 则不能简 信 定 前 会四门通神 未知神简 故神之为义 不行而至 不急而速 阴阳便通 天地长久 天三才而言 未知义 细词说 逆求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其万物而言 未知道德 老子道经 得经事也 本于性而言 未知真如 助于真如 归于无为 故天与死 身乎一忠 死乎一忠 重因万物 敬因万物 邪由于性 真由于性 是以生死 动静 邪真 天以神而解之 在人未知人间 在天约天间 在地约地间 在水约水间 能通电之约神间 故神间之道有物 其见学之门则亦焉 为武见中同归于天理 天与死 敬书 后续口诀 成真送天与死之书三年 恍然有所悟 乃依此五门 见见尽其 又三年诀身心之前 而名利之但理 又三年 天与死出焉 受之以口诀 其要在存享天 归根赴命 成性重要者是也 福人之根本 由丹田而生 能负责偿命 故约归根赴命 福人之灵事 本乎理性 性通则妙万物而不穷 故约成性重要 然而呼吸 由剃而活 故我有吐纳之觉 经验由水藏而生 故我有树燕之觉 此律由心事而动 故我有存享之觉 人身容为血脉 勿急行于外 胃急行于内 勿被内外相养和平 然后每日自夜半子时 至日中午时 先平握舒展四肢 次起身导饮 喘息军定 乃先扣当门尺小名 后扣大尺大名 以两手磨面及眼 身杰暖畅 不端坐盘足 以折脚伐持 后经验身而树之 莫及其数 树及三百而愈焰之 反焰金 后孤定而焰 焰地而息 如此则息气与金 顺下丹田也 但此后午前 石霄星空之时 瓶瓶树燕 无论剑术 逆尽则止 晚五日为夷后 当焰香于静世中 存享自身从手致足 又从足至丹田 上几缕入于泥丸 想其气如云 直观泥丸 想地赴树燕 乃与两手掩两耳 搭其脑如鼓声三膝下 身两足 端足免手 极力执警 两手握护又与两斜下 接腰胯骨旁 乃左右耸两肩甲 必须请客 后气迎念至极止 环形七变 气同即与上策迷完 此修养之大刚也 然更有要妙 在乎与天地真气 明气同运 能识气来之时 又便气息之所 若是 则与天地齐齐长久 慰之神天理 把起东至念子时 密阳气使来 或时或早 天须便是气来行后 才决气来 则运自己之气 是与天地之气协作 次日复后此气而交起之 此事神天至妙至精之术 仁涵达之 躺三百六十日内 运气是和真气三两次 则自觉身体清河 溺于长时矣 旷九九席之 基伟明 弃则神天之道不难置矣 唐司马成真传 后续口诀中 书天云子后 其 妾自然遇过海 求师蓬莱 至海上 或为自然曰 蓬莱得若水三十万里 不可道 天才有司马紫薇 身居赤城 明在将雀 可往从之 自然乃还 受到于紫薇 白日天去 东坡水龙云子说 古来云海茫茫 藤山将雀之何处 人间自有吃成居士 龙盘蹦举 清静无为 作望一照 八天其语 观此 则此书八天 当是紫薇所著 而续乃云 天云子不知何许人 逆者不欲自显其名邪 绍兴 人武 同是郎芝 台州黄延县 主管学士 劝龙公事 胡脸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